这后世公村 我说容得下你 就容得下你 容得下 容得下 这个怎么就开口就是政府啊 就是啊 妹子 你做过大牢啊 不是 你怎么说话啊你这是 不是就是开口政府啊 谁别是这么说话啊 你说什么啊 你不了解情况别瞎说话好不好 这不是在了解呢吗 你了解什么了 你了解清楚了以后才说话 就是你了解清楚啊 你这闹口子还不小啊你 这闹口子还不小啊 二哥 要我说 细村你收留他 收留得对 我们后世公村 几百年以来 那就是我们老赵家祖先 仁义立村的 这村里的什么万姓人 什么姓齐的 姓李的 哪一家不是我们老祖宗 怜民仁慈留下来的 当时查过谁了没有啊 没有吧 是不是二哥 将军 你是主任 海棠 你也是咱们的经理 你们俩先回去 咱冷静冷静有什么话 咱明天再说行不行 孙叔计他们太欺负人了 行 我们听孙叔计的 走 谁啊 孙叔计 反正得查查清楚 不听了就不行 是 明天发了点啊 进吧 孙叔计的 让开 让开 别看了 什么好看的 二叔啊 您老也消消气 如果细春他真的 有什么问题 明天让他跟着靳安到镇上 补个身份证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是不是 文文 细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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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数给你多数问题 行 让人说啊 这事咱回头查清楚 自然大家就什么事都清楚了 我多说一句啊 您也别老逼着 兴隆跟清禾离婚 他们的婚姻家庭 是他们自己的事 您就让年轻人自己做主 现在您 农药蔬菜的事归你管 我家药不要孩子事 也归你管吧 不是 二叔 我这不是好心 给您提个建议吗 用不着 做你该做的事情 别跟着瞎操心 别 taxation 宝购 лен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二叔 我不能再待在这儿了 谢谢你收留我这么长时间 你这是说的傻话呀 因为我让你们两家起了这么大的冲突 我心里真的特别难受 既然我带你来家 肯定是把你未来的生活都规划好了的 我不管你过去是做过什么的 哪里人有过什么样的经历 我只看好你照顾我老伴的那一段 就那一段你就比闺女强 比媳妇更强 所以我要拿你当亲人 给你一个家 你知道他是谁呀 万一犯罪分子呢 万一网上通缉犯呢 妹子 你坐过大牢啊 明天早八点啊 我带着你去镇上判处所 有没有身份证 咱们一查就知道了 如果西川他真的有什么问题 明天让他跟着健康到镇上 补个身份证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是不是 是不是 就遵守了 哪里 是不是 是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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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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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事吧 我说你这个女同志怎么回事 我就是想查一下你的身份证 问清楚你的来历 对不起 还对不起 得亏我现在是每天开车来村里上班啊 你要是真吊死了怎么办 死了挺好的 不是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自私呢 以后全村而指着我李建安的鼻子骂 你鼻子 鼻子一个弱女子啊 我还怎么做人呢 我还怎么当这个村主任 对不起 你给你添麻烦了 也别再说对不起了啊 我就是不想被查身份 我在西海打工 身份证丢了 我护口落在老家的 我不想回老家补办身份证了 你这叫什么话 那身份证丢了就得补办啊 那为啥不想补办啊 我家里人恨我 你家人为什么恨你啊 我不想说 我在医院当护工 照顾赵婶 赵婶一家人都对我特别好 后来赵婶没了 二叔说愿意收留我 当他赶女儿 把我在后市沟村落户 我当心里特别特别高兴 我心想 我终于能找到一个 没有人知道我过去的地方 重新开始生活了 重新开始生活 你的重新开始生活 就是跑到老赵家 代替我妹妹的位置 替他们家生孩子 对吗 不是 真的不是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我从来没想过 破坏别人的家庭 我要知道二叔有这些 我肯定不会来的 先别哭啊 那你 你就 悄不声地走了不就完了吗 我去哪儿啊 我真的没地儿去 我都不知道要去哪儿 赵可以容身的地方 我就在那儿想 要不要火灯死了算了 死了挺好的 行行行 你别别别别别 别哭了啊 别哭了啊 别哭了 别哭了别哭了 别哭了啊 别哭了别哭了 别哭了 你别哭了 你 要不这样 我不查你身份证了 你可以在二叔家继续待着 继续住着 行了吧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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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啊 你不能代替我妹妹的位置 我真的从来都没有想过 好好好 没想过没想过 没事没事 那个还有啊 那个上吊这事啊 别跟别人说啊 好 没事的 不许心上吧 李主任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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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主任 李主任 要赶你走了 没有 我跟李主任都说清楚了 他不赶我走了 都说清楚 好 青柏 我今天把你叫来 是有件事情要问你 你哥要赶西村出村 是你出的主意吧 不是我 我哥中午回来也说了 他都问清楚了 西 西村可以留在咱们村 今天早上 想封禁堡看见细春 从村委会出来 回头他便告诉我说 他不想拆散你和新龙 他只想在赵家当干女儿 爹 我和清禾本来好好的 我也不可能和细春在一块儿 你闭嘴 你闭嘴 俊赫 我知道你们李家 现在在村里的势力大 细春要走要留 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都是你们李家兄妹一句话 爹 我真的没有在背后 我做过逼细春的事 我求你 给赵家一条神路 放过新龙马 爹 爹 您别这样 您起来 您起来 您让开 让开 真好 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 就只是剩下让新龙为赵家延续香火 爹 你别说了 这我都知道了 你这孩子 我只见你这孩子人品不坏 嫁到赵家这几年 也是本本分分清剑持久 可就是 你不能为赵家庭护我 我真的求您 给赵家一条神龙 放过新龙马 你 朝鲜龙 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你能不能 给我一个痛快话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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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什么 你不肯定要出门啊 来 你上车 我烧你一段 你这是打算去西海啊 四季少姐 我 我打算去深圳打工 去城市打工 你一个人去啊 辛龙呢 我 我把离婚协议写好 就家里了 等他什么时候 把名牵上 我就委托离婚 那个律师 来帮我把手续给办了 清禾 其实你跟辛龙的事呢 我多少也听说了一点 可是我觉得 就你跟辛龙这感情 二叔他就是想拆 他也拆不散啊 我知道 我 我就是恨他 实在是太窝囊了 他啥事都听他爹的 爹让他干啥他就干啥 赵辛龙他这辈子 就是为他爹活 是 二叔啊 是太强势了 在家是辛龙又孝顺 可是 二婶刚走 他顺着二叔呢 你也理解他 而且 我也觉得你也没必要 因为辛龙顺着二叔 你就否定了 你们俩之间的感情 孙叔姐 我没有否定我跟辛龙的感情 我就是 每一次看他家在爹 和我之间左右为难 那个样子 我都替他难过 既然他就断不了 那我就替他断了吧 我真的还挺佩服你这种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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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呢 离婚这种事啊 我劝你还是别这么冲动 我 妈 你最好还是缓一缓 静下来 再好好想想 书记 您说还能有什么办法吗 其实 我 我 我也说不上来 不过一般当我遇到什么重大事情 做不了决定的时候呢 我都会先 跑到个山山老林里 让自己静下来 静静脑子 静静心 让自己的脑子 思维更客观一些 对了 我今天啊 正好去海星村 去讨点旧家具 你要不着急的话 你跟我去转转 就当去算论心了 行吗 好 林依依 小顺书记 你白发了 我一孩 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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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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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坐 好 坐 先生 小孙书记 你今天又有空来看我们这帮老托老太太了 是啊 一个是来看看您 再一个呢就是想请您帮个忙 换秘书了 没有没有 给您介绍一下 李清禾 跟 赵新龙两口子 你好 你好 一直听说就是没见过 赵一山这个老东西 福气不错嘛 找一这么精神的儿媳妇 连口子过得不错吧 你们姨 你们都是用手做茶呀 可不是吗 这是传了好几代的手工制作海青茶 你看看 现在就剩下我跟这几个老头老太太会了 等我们一闭眼啊 这古法 也就失传了 小梅子 你放心吧 我得活到一百二十岁 看你收了徒弟我才闭眼呢 那你老就加油活 小孙主席 你刚才说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 是这样 上回来村里啊 我看你们这儿摆了很多的老家具 所以我就想啊 能不能卖给我几件 这些都是没用的破木头 还买什么买呀 海青村这几年 人都走得差不多了 上回镇上到这儿来拆房子 把那些旧家具 都挪到前面的海青翼去了 堆里一大屋子呢 你随便挑 海青翼是什么地方 这字写得真好 而且这房子 所在这个位置 就美得不得了 是 你走慢点啊 好好好 这路走好走 这院子很干净啊 古爷经常过来打扫 我敢你说过 这是我们祖宗的产业 好 这写的什么呀 海州之网青州 途中有驿站 往来人明知海青 这石碑可是有历史了吗 这历史啊长得去了 我爷爷跟我说过 当年苏东坡 从杭州协认到咱们海州 就住这个驿站 门口那块匾 那是苏东坡的末宝 是吗 刚才我看过 可是那顺便没落款啊 哎呀 原来它有落款啊 有一年呐 过年包饺子和面 我奶奶拿那块点 当着面板子 揉碗揉碗 把这落款啊给揉掉了 为这事啊 我爷爷给我奶奶一层胖壮 真的呀 哎呀 你听得瞎掰呢 孙叔姐 村里老年间这些家具 都堆在这个房子里面了 你随便挑吧 挑完之后到我家去吃饭 尝尝我的手艺 好 谢谢门姨了 那我先进去看看 哎呀 我跟你说 我没瞎掰 行 没瞎掰 行啊 走吧 走吧 我没瞎掰 清禾啊 你也来啊 谢谢门姨 那总言您这没 我没瞎掰 我知道您是没瞎掰 您说的都是真的啊 好 走 走 怎么样 好吧 天哪 孙叔姐 您要这些旧家具干吗呀 我是打算把那股仓改造一下 摆一些这种老家具 可是这看起来也太老了吧 跟您股仓风格 也不太搭呀 我是打算把骨仓那个后院 建成一个中式的 而且啊 你别看这些木头啊 看样子 应该有上百年了 而且很有可能啊 是几百年 一代一代这么传下来的 到时候啊 我找一些传统木工 给它打磨打磨 然后上上期 比那些新家具啊 厚重大气多了 也是啊 书记啊 我刚才听那个爷爷说了一句 说门口那个匾 好像是苏东坡写的 那这么看来 这海清村 还真是挺有历史的啊 有历史这是肯定的 你就看这个建制 格局 很可能就是古代的一个驿站 那除了那个 是不是苏东坡写的 那还得需要时间来考证 来 行 今天啊 咱们先把这些小物件 都装车去 这些大的 回头弄个卡车 一车给它拉走 孙舍姐 您知道吗 你现在特别像那个盗墓贼 挖的古董一样 是吧 但你这比喻可太不恰当了 我这属于是壮大运 淘旧物件捡着漏了 我不是欠着咱村里 五十万的菜钱吗 所以我想好了 如果下一季的蔬菜 还是卖不动 没起色 我就把这些老物件 都给它卖了 把那个窟窿给它补上 心情好点了吧 走 把这个先拿回去 咱吃上去 我 我帮您拿 没事 你帮我把这个架子拿来 好 来 来 孙主机 尝尝吧 这都是我自个儿做的 外相不怎么样 比你端上做的那些 真的差远了 哪儿啊 您做得非常好 来 赶紧尝尝 好 凭架下 蘑菇炒山野菜 嗯 好吃 这个口感啊 浓淡适中 现在城里啊 几乎吃不到 这么鲜的蘑菇 还有一股野菜的苦味 这让我想起了 我小时候 我奶奶做菜那种美的 小孙主机啊 你真不愧是个厨师 美食家 你说我们这 寻常做的这个农家菜 被他这么一形容 都想得多高档似的 确实做得好 清哥 你也吃 好 我去 孙主姐 那旧家具选择怎么样了 我已经挑好了 几个小件呢 我已经搬到车上了 还看好了几个大件 到时候等我那个 骨仓啊改造好了 我找个卡车来拉 行 你能用上就好 没一样 这些老家具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估价 这个钱呢 你先收着 等回头 我把东西都拉过去 请人看看 我再给您捧吧 不用 那些本来就是些 没用的破木头 您要拿去就行 梅姨 这我可不能蒙您啊 那些东西可真的 不是破木头 光那些木料就值不少钱 所以呢 这个钱无论如何您收下 这个钱无论如何您收下 一个是 您给这些老人也改善改善伙食 再就是 等这些老家具老物件 在我那股仓民宿开了 能拍上用场 到时候我再给您分红 那太好了 想不到我们这个村 破了成这个样子 居然还藏着宝贝呢 那可不 全是宝贝 不光那些老物件 包括 海青村这个茶园 山林 包括这个自然风景 这全是宝贝 那感情好 可惜啊 就是没人 再好到宝贝 放到最后 也都撂慌了 你就说我们这个 海青茶吧 这个手艺 如果再没人学的话 就真的失传了 清禾 以前海青村你来过吗 没来过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 那你觉得这儿 比咱们后车沟村怎么样 我觉得 这儿比我们村更幽静 风景也更好 尤其是外面那片茶园 真的太美了 挺有意思的 我也是觉得挺有意思的 所以 就我想 其实你没必要出去打工 一个人背景离想 跑那么远 身边也没个人照顾 不行的话 你还不如就留在海青村得了 学着做做那个茶 对吧 行不行的先试试 在这儿待一段时间再说 你说呢 我 我留 留在这儿啊 对啊 衛姨啊 如果让清禾留在海青村 您觉得行吗 行 太行了 你呀 就住在我们家里头 家里要是住我年轻人 想想都喜削有精神头 你平时要是闲了闷了 我就带你去看看手工制茶 到时候 我教你做茶试试 自当玩 啊 行 那 我就试试 你说实话 我要是真的走那么远 这家里边我也放心不下 是 对了 闻姨啊 说不定啊 说不定您真的能收到一个好徒弟 是啊 是啊 您费心交易了 没问题 没问题 真的是太高兴了 太好了 太好了 赶紧吃吧 赶紧吃 来来来来 菜都凉了 好 这是新龙从屋里当垃圾 扔出来的 清河他们呢 没看见 我 我去找他吧 不用找了 这是他你的离婚协议书 还签了自己的名 他应该是走了 这下好了 这下好了 只要新龙一签字 这门婚就能离了 许淳哥 你把新龙叫回来 二叔 新龙哥在他自己屋子里 待了一整天了 脚门都不开 他大小就这么有脾气 喜欢自己躲着生门气 半天就好了 好了 你忙你的 来看看 有 comm нам 有不 能惹 tech 走 孫光明 孫光明 你干嘛呀 一大早就开始钻电钻 你就不能等我醒来之后 你再弄吗 我叫你了 你不起啊 改建股仓 这肯定得会有一些改变 这有声音这是 再正常不过的了呀 以后你也改给你的作息习惯 早睡早起 这是肯定的了 否则就只有靠这些生意 把你叫起来 你大小也是个书记 你这些事怎么可以亲自做呢 你可以让他们做 让他们晚点来 你也可以多休息一会儿 是不是 没办法呀 我没钱啊 你也不投资 所以我只能能省则省 自己动手干 不过幸亏 像这些 钻个眼打个口呢 我还会 真没想到 您这还挺多才多艺的啊 您这还挺多才多艺的啊 二叔 星龙哥还是把自己关在屋里 我去给他送饭 他也不开门 要不然你去看看吧 你劝劝他 我不去 等他自己过了这个坎了 那至少让他先把饭吃了 一两天饿不死他 等他自己想明白了 他会吃的 你回去歇着吧 哦 嗯 等他这个 你先看看 什么呀 交通事故认定书 机动车辆保险订损单 这 这 这专业术语太多了 我看不懂 随着认定书看不懂 那这个维修细项 总看得懂啊 这些加在一块 一共是三万零八百 三万零八百 这都要我赔啊 当然了啊 所以啊 拿着这些东西 去找你的保险公司去理赔 你 你找你的保险公司去赔吧 交警认定的是你的权责 当然就应该由你的保险公司去理赔 我可以承认都是我权责 但是你去找你的保险公司理赔吧 你的权责 我的保险公司他也不会理赔的 那你求求他赔你啊 我就是给他跪下 他也不会赔啊 我 我先去睡了 你头晕 头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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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是没买保险吧 有话说话 没话赶紧帮忙搭把手 这都几点了睡到现在 好意思吗 我其实早就醒了 我就是在想 想跟你坦白 坦白什么 车没买保险 为什么知道 你就说是不是吧 是 是 买车的时候人家都会提醒 你必须买保险 你没来得及买 我忘了 那就没办法了 那我这个修车的钱就 只有你自己放钱了 反正你也有钱 开这么贵的车 这三万块钱对你来说 不是事是吧 我 林导 这就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我其实没钱 我其实没钱 那车我是三成按揭 每个月还六千的月供 这月供都快供了我 闯不上气了 我还指望着这代言费 过日子呢 那你说这事现在怎么办呢 我 领导 要不你先帮我把这个钱垫上 等我拿到了代言费 我先还给你五千 剩下的那两万五 我分两年还给你 您不用算我利息哦 我凭什么把你先垫呢 求求你了 你先听我跟你算一下 我来到这个这个村之后呢 支出我好不好 首先 你也知道 来到这儿什么事都没干呢 我自己先背上了 五十万的这个菜钱 然后 我现在改进这个股仓 我算来算去 我再怎么节省 也得花个十万不止 还有这半个月 你每天跟着我蹭吃蹭喝 这都是我的钱 这都是我过去 留下来的工资好吧 你这么大领导 就不要跟我计较 这么小的东西 我这个人呢 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愿意跟别人计较 但是 我们得摆实实讲道 我说这个钱 你必须得想办法给我 是因为 我现在我真的实在 没钱帮你再垫了 所以你得赶紧把钱给我 我得继续投入到 这个股仓改建里 否则你看 这干了一半的 这成烂尾了 这成什么样子 所以说 麻烦你拜托你 求求你 你想想办法 我问如何 把这钱给我 谢谢 进楼外边开开 进楼 你干什么的 二哥喊你的话 我去打开 不是 西叔 新龙镜上有几天了 三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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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天不吃不喝不出来 嗯 赶紧砸门吧 二哥 哎 我二哥 我来 西龙 西龙 西叔 快快快快 去 匠 Valley 山上 咱们两个一直要不上孩子 这问题出在你身上 都是我的错 我的错 我对不起我爹 我对不起我娘 都是我的错 许诺 不是 你怎么了 许诺 不是 是我的错 我对不起我爹还我娘啊 谢罗 谢罗 爹在教你 你给爹说话 给爹说话 不是 你这是咋的了 狂 我看见狂了 狂 我看见狂了 我看见狂了 我觉得先把星空哥扶出去 给他吃点东西吧 他三天没吃饭了 对对对 附许 对对对 附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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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慢点起 慢点起 几天没动啊 慢点走 慢点走 你们说 星龙这是咋的了 这个我知道 哥 这就叫做抑郁了 抑郁了 抑郁了 你 星龙怎么就抑郁了呀 星龙最近受的打击太大了 二嫂多了 书才出了问题 死了村干了 尤其是 二哥 你逼着他离婚 把他逼一遇了 就是说他 傻掉了 目前来看就是这样 赵家他列祖列祖 我赵玉山不孝 我 不能 竟然把自己的那唯一的儿子 给逼杀了 我这是造的什么年啊 我这是造的什么年 徐伟一你能不能别磨洋工啊 你能不能抓紧点 我告诉你今天之内 所有的椅子必须刷完 我是来村里当代言人的 不是当苦工的 你自己找油漆工得了 可以啊 你把学生费给我 我找个油漆工 要速度有速度 要效率有效率 比你强多了 要速度也得讲究指令 对 敌人 是 我 是 是 我 不是 我 是 我 你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